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古以来 文人与酒更是不分家 几杯好酒下渡 文思全涌 李白斗酒失败篇嘛 作家贾平蛙自然也不例外 她酒量出名 甚至出过一本散文集就叫做《喝酒》 然而 令饮酒无数的贾平蛙终身难忘的 却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喝酒 这是为什么呢 她又是跟谁一起喝的酒呢 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 名家经典散文书系 我们去读一读贾平蛙写的散文 酒 我在城里工作后 父亲便没有再来过 他从学校退休在家 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 从来我的作品没有给他寄过 一千年来 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 说父亲听别人说过 曾去线上几个书店 邮局 跑了半天去买 但没有买到 我听了 我听了很伤感 以后写了东西 就寄他一份 他每每又寄还给了我 上边用笔 批了密密麻麻的字 给我的信上说 他很想来一趟 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 害怕离我们太久 将来会生疏的 但是一年过去了 他却未来 只是每一个月 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 丁宁好好写作说 你正是干事的时候 就努力干吧 农民扬长 趁风也要多扬几些呢 但听说你喝酒厉害 这毛病要不得 我知道 这全是我没给你 竖个好样子 我现在也不喝酒了 接到信 我十分的羞愧 便发誓 再也不去喝酒了 回信 让他和小女儿 一定来城里住 好好孝顺他老人家 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 我惹出一些事来 我的作品在报刊上 引发了争论 争论 本是正常的事情 复杂的社会上 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 随即发展到 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 我很苦恼 也更胆怯 向乡下人 担了鸡蛋进城 人窝里前防后挡 唯恐被撞翻了担子 盲人中便觉得 不该让父亲来 但是 还未等我再回信 在一个雨天 他却抱着孩子 搭车 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 那双 曾换过白内障的眼睛 越发比先前痣呆了 我丁年爱人 把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 一下班回来 就笑着和他说话 他也很高兴 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 逗着小女儿 做好多本事 给我们看 一到晚上 家里来人很多 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 谈报刊上 连续发表 批评我的文章 我就 关了西边门 让他们小声点 父亲一进来 我们 就住口了 这个星期天 一早起来 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 贴在门上 今日 人不在家 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 去逛逛 到了田野 他说 去给孩子 买些糖果 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 好长的时候 他回来了 腰里 鼓囊囊的 先掏出一泡糖来 给了小女儿一把 剩下的 交给我的爱人 让他们到一边去玩 又让我坐下来 在怀里掏着 是一瓶酒 还有一包酱羊肉 我很纳闷 父亲早已不喝酒了 又反对我喝酒 现在 却怎么买了酒来 他使劲用牙 起开了瓶盖说 平儿 我们喝些酒吧 我有话 要跟你说 你一直在瞒着我 但我什么都知道了 报纸上的文章 我前天在街上的 报栏里看到了 我觉得 那没有多大的事情 你太顺利了 不来几次挫折 你不会有大出息的 当然 没事 咱不寻事 出了事 但不要怕事 别人怎么说 你心里 要有个主见 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 哪能一直走平路呢 搞你们这行事 你才踏上步 你要安心 当一生的事来干 就不要被一时的 德所迷惑 也不要被一时的 失所迷茫 这 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今日喝喝酒 把那些烦闷 都解了去吧 来 你喝喝 我也要喝了 她先喝了一口 立即脸色通红 皮肉抽出着 终于咽下了 嘴便张开 往外哈着气 但不能喝酒 却硬要喝的表情 使我手颤着 接不住她递过来的酒皮 眼泪 刷刷地 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 然后一家人 在田野里 静静地玩着 一直到天黑 才回去 父亲 又住了几天 他带着小女儿 便回乡下去了 但那半瓶酒 我再也没有喝过 放在书桌上 常常看着她 从此 再没有了什么烦闷 也没有从此 沉沦下去 世人都说 言父子母 母子关系 往往和谐而深情 而父子关系 却有些微妙 小的时候 父亲是山 儿子攀着这山 长大 可是当儿子长大后 自己也成了山以后 往往就很难 听进父亲的建议 而父亲往往也很识趣 通常不再去唠叨 干涉成年的儿子 然而 像贾平蛙这样 一旦遇到大事 父亲那已经 不再年轻的身体 又像山一样 挺立在儿子身后 支撑着他 给予他力量 告诉他要坚强 贾平蛙的父亲 贾燕春 为了劝慰 面临困境的儿子 不顾自己的身体 选择了用喝酒 这种男人间 最好的沟通方式 去疏导他 开解他 可见 父亲对儿子的 用心之戏 用情之深呢 好了 感谢您今天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贾平蛙写的散文 酒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共读好书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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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